记者蔡雅化台北报道,位于台北市信义区A7的中国信托总部就此基地开发商规划新建结核百货商场旅馆的46层楼商业大楼并承诺将新舞台重新改回本市环境影响评估委员会去年底首次审查该开发案,环评委员提出多项质疑因此退回补充资料再审。 环评委员会今早进行第二次环评审查,委员对于防灾、避难、污水处理等问题仍有疑虑要求开发单位以书面补件方式说明环评主席、北市环保局长刘明龙才是该案审查通过。 环评委员会今早召开环评会议审查此开发案,硕和公司提送报告指出,原规划新建44层大楼将增高至地上46层大楼,地下维持5层,应考量旅馆营运空间,因此增加2层。 但大楼总高度不变,部分楼层高度做调整。 环评委员董轩明指出,整栋46层大楼,消防云梯车停靠处却只有一处,避难平台也让任何救难车辆无法停靠,只能停在马路上且展演空间的避难动线。 规划非常迂回,使得逃生动线变长,应再调整。 环评委员刘晓兰则表示,污水量的计算说明不清楚,防灾人数的计算基准也要清楚说明。 其他环评委员分别提到,开挖土石方数据每次提送都不一样,一变再变应该要精确。 污水量与自来水用水量计算基准,用人口数与建筑面积计算基准不同,应该统一并清楚说明。 环评委员林文印说,开发案规划调整后,餐厅人数增加,污水量也有增加,按理说油烟污染排放也会大幅增加。 设备防治应该一并说明,硕和开发单位逐一回复委员的意见。 刘明龙最后才是,开发单位应将委员意见补送数面资料,让委员充分了解该案审查通过。 中信集团原信义总部大楼存在具有文化资产指标的新舞台,拆除或保存一度引发争议。 过程一波三折,于2014年被北市文化局平定为文化景观,且必须保留孤政府所提新舞台招牌以及基地维持原表演空间机能。 中信集团两年前以151亿元标售由硕和开发,公司标下硕和开发规划新建44层大楼作为旅馆、餐厅、百货、商场并在5至7楼规划为表演空间。 在大楼开发前该区域先前引进话题十足的货柜美食市及1月底结束营业撤场。 2. 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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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